你认识的阅读教育是什么呢? 孩子爱看书就等于爱阅读吗? 当孩子喜欢阅读,要如何让孩子也能理解思考呢? 台湾推动阅读教育非常多年,不论是家长、老师都认同阅读教育是重要的事情, 让孩子习惯阅读却仅是重要的第一步。 接下来从阅读进阶到思考理解,也需要我们持续的陪伴。 如同推广阅读教育超过十年的品学堂创办人黄国珍老师提到的, 真正的阅读素养是让我们不仅获得了知识、获得了能力, 更重要的是让思考成为习惯、答案成为问题、 让颠覆成为创造、阅读成为质疑、 更让理解成为七点,最后让我们的心灵逐渐滋养壮大。 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荧光焦点, 想知道更多教育不一样节目内容, 欢迎订阅古典音乐台YouTube频道, 并开启小铃铛, 更多完整节目讯息,请看资讯栏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